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33岁的李沁和谭松韵同框生徒 两人非常骨感好美 妥妥的幸福女神 李沁和谭松韵同框 他们都是33岁 他们年龄相仿 他们骨骼优美 长得像幸福女神 李沁和谭松韵你更喜欢谁 在娱乐圈 李沁和谭松韵都是高调的女演员 他们都拥有庞大的粉丝群 不仅因为他们的演技 还因为他们的个人魅力和独特的气质 李沁和谭松韵同位33岁 他们展现出成熟 知性 迷人的女性之美 李沁很小的时候就进入娱乐圈 在很多电视剧中饰演过重要角色 随着年龄的增长 她的演技也日趋成熟 逐渐获得了观众的喜爱和支持 而谭松韵也是实力派 女演员 她的表演风格普实自然 深入人心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演艺事业方面 李沁和谭松韵都表现出色 李沁在01等多部热门电视剧中的表演 让她成为了当代青年演员中的佼佼者 她的演技精湛 能够在各种角色之间自由切换 无论是活泼可爱的女主角 还是深情内敛的反派角色 她都能演艺的淋漓尽致 谭松韵在二三等经典电视剧中都有出色的表现 她的演技简单自然 不服夸不做作 能够深入人心 让观众感觉更加亲切 除了演技之外 李沁和谭松韵两人的私生活 也同样光鲜亮丽 她们都是骨感美女的代表 保持着良好的身材和优雅的气质 同时 她们都拥有幸福的家庭生活 李沁在个人社交媒体上 分享了多张与家人的照片和视频 展现了她温馨幸福的家庭生活 谭松韵是娱乐圈出了名的校女 她一直在努力工作 为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和条件 李沁演技精湛 各种角色切换自如 表演风格多变 她既能扮演活泼可爱的女主角 也能扮演深情内敛的反派角色 这让她在娱乐圈拥有了广泛的角色和更多的表演机会 不过 相比于李沁多元化的表演风格 特鲁姆普的表演风格更加普实自然 她的表演更注重内心戏和情感表达 这使得她在塑造角色时更加真诚感人 也更容易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 李沁和谭松韵都是骨感美女的代表 保持着良好的身材和优雅的气质 李沁长相甜美可人 有着标准的明星脸 而谭松韵则更喜欢知性美 她的气质温柔大方 给人一种亲切感 论外表 两人各有千秋 但论个人魅力 我认为谭松韵更胜一筹 她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让人不自觉地被她吸引 这种魅力不仅仅来自于她的外表 更来自于她的内心世界 李沁是一个性格开朗 热情的人 她喜欢与人交流 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 另一方面 谭松韵则更加内向 她不太擅长在公开场合 表达自己的想法 但从她的微博和其他社交媒体 可以看出 她也是一个非常有趣和乐观的人 在生活态度上 两人都是积极乐观的 但谭松韵更加低调踏实 更能够专注于自己在娱乐圈的演艺事业 无论是演技 颜值还是个人魅力 两人都有着不俗的表现和感染力 对我来说 我更喜欢谭松韵 她的表演风格真挚感人 能够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 她的个性独特 有一种难以形容的亲密和温暖 她的生活态度低调 她使 专注于自己的演艺事业 更有能力在娱乐圈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我们不禁好奇 李沁和谭松韵未来的演艺事业会怎样 她们又会给观众带来怎样的惊喜和感动呢 让我们等着看